韓國歐爸宋承憲去年和小11歲的 中國女星劉一菲假戲真愛 因合拍電影普出異國戀 但在本月9號 由宋承憲和劉一菲所主演的電影《第三種愛情》 在韓國舉辦媒體試飲會 男女主角竟然雙雙缺席 獨留導演藝人稱場面 因此被曝出兩人的感情疑似的消息 當時雙方經濟公司還出面反駁 但據微博網友撲料 兩人確實已經分手了 而且是由宋承憲提出 她的分手理由是不能帶給對方幸福 八個字忍痛斬斷異國戀舉 不過至今韓國媒體 並沒有宋承憲分手的相關新聞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下心分手 就讓我們再觀察一下吧